當初的車輛業在台灣這個地方這麼蓬勃 曾經達到50萬台左右 達到目前為止大概37萬台 40萬台 就是因為進口車的這個區塊 侵蟲台灣本土的代工生產的車輛業 你都是仰賴進口的話 我相信你傳統產業很快 你會結束到 政府不再重視這個產業的話 那麼整個汽車製造業 幾萬個勞工的就業機會可能會消失 足足影響30萬個家庭 我不管那個政策 要讓我們台灣的勞工要有工作做 要有飯吃 我們不能不像澳洲那個情況 澳洲現在沒有一台自主品牌生產 全部仰賴進口車 希望勞動部幫忙協調經濟部 財政部包含立法院這邊 看到現在汽車產業的一個困境的時候 提出好了一個方向 一個政策 六大車長會同身一氣的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確實碰到流失太多的勞工 應該是要請他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不要讓傳統產業泡沫化 Twitter 選項目 可惡 立馬 指責 架 算